本章刚介绍订单作业 当客户下单后 为了让客户确认订购商品数量及金额 提供传真或email确认依据 透过订单管理 作为品项及交期的确认 内部也可以追踪管理货品未出货状况 结合销货系统的单据抛转功能 以便让订购单及未出量真实反应 提供采购及业务人员参考依据 实际来示范一次 新增一张订单 预计交货日代表的是可以交货日期 或者客户希望到货日期 输入客户编号 出货方式等栏位 客户订单是指客户播出的订单号码 结案栏位 在所有品项跟数量都抛转到出货单时 系统会自动打勾 代表这笔订单已处理完毕 接着新增客户订购的品项数量及单价 所有品项输入完成后 按存档 就完成订单的输入 如果这笔订单有预收定金 切换到收款资料分页 新增汇款项目及金额 因为订金属于预收款 所以会在客户建档内的预收金额累加 在应收账款冲涨时 使用取用预收项目来扣减预收金额 便于管理订金流程 有关于抛转销货单的操作 请参考销货作业的教学影片 当完成订单转销货后 已出量会显示出货数量 取消量的用途是指 该笔订单能出货的数量都已抛转 但可能客户取消部分订单量 或某些品项无法出货的情况下 将未能出货的 K在取消量 以便于订单的结案 经由上述订单流程控管 除了可以透过单据逐笔查看外 也可以使用报表的订单未出明细表 来追踪订单出货状况 可以依据客户 预交货日等不同角度别 及相关条件 立即得到订单未出明细 以立追踪订单进度 带到订阅尤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